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气功热了十年 以及关于一些健身气功的这些方法 那这个有机会应该的那些 我不是调的好 或者是更新的 那这个那其中是有没有人的就是小是后续的 很重要的 你现在是变弃的 变弃的话 你会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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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气症 它跟精神都有关系 它真的有关系 颜色之外实际上要把里面的窍诀内涵 你要掌握住 所以今天我们在正式传授大家 这个少令内进一指禅功的时候 我们要把一些窍诀在前期给大家点出来 那这样你在练的时候 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并且立竿见影 第一个立竿见影就是什么 你练了一定会腰酸背疼 你们笑 老师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练了以后腰酸背疼 谁让你们偷懒了 你们从来不劳作 不劳作以后筋是软的 骨是脆的 这个筋软骨脆人就懒惰 那么一方面我们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地区 那么政府对我们特别的关爱 比如说巴士站 汽车站都还不超过五百米就必须有一站 这个表面上看是挺好的 实际上这是养成了我们一个惰性 就是你没有时间去锻炼你的筋骨 锻炼你的肌肉 我带着咱们新加坡的人以前去中国大陆 他们说哎呀走不动了 才走了多少时间呢 就走五分钟他就走不动了 五分钟还没看见巴士站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你们这大概两三分钟就看到一站 两三分钟一站 所以你这一走走一两公里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所以受不了在中国古代叫老弱什么 病残 都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你不经常运动的时候 你一开始运动会第一个立马见影的事情就出来 就是腰酸背痛 你没腿抽筋就是好的 有的人还会腿抽筋 所以叫转筋腿抽筋 为什么你从来不对那个筋进行一个调整整顿 那他就是出这个问题 出这个问题告诉你是什么事 好事 有的人说老师你腰酸背疼是好事 你这个是潜在的病 因为中医里讲的很清楚是疼就是不通 你就是因为你之前不运动 不运动就像一杯水放这个地方 你不动它 你不动它 你不知道是浑水 为什么 你放着不动 不动它就清亮的 沙子沉在底下 所以是那个垃圾沉在底下 你不知道 你一去动这个水怎么样 哎呦 怎么这么浑 泥沙都在里面 就堵塞你的经络了 原来是沉淀在经络里面 沉淀在血管里面 沉淀在你的七星八脉里面 五脏六腑里面 它不动的 不动它久了就结硬块的 肿瘤就出来了 那么再久了的话 有的它就是溃养 并无非两种 一种是肿瘤 一种是溃养 肿瘤是鼓起来的 溃养是烂下去的 所以你如果沉淀不动 最后就形成这个 等到肿瘤出来了 溃养出来 你再治 这个叫器官性病 已经很难治了 已经要大动干戈了 那么我们叫功能性病 功能性病就是 你的肝有没有病 没病 医生怎么测都测不出来 但你眼睛有绯闻症 眼睛有看不清楚 我昏花了 这是不是病 那这个不是病 这个在西医来讲 它不是病 如果是要去看什么科 它建议你看精神科 就是你自己想着有病 你老怀疑有病 自己有病了 它不知道是功能性病 什么叫功能性 你肝在哪儿 没有长肿瘤 没有溃养 但是功能不行了 肝它有排毒的功能 你排毒的功能不行了 排毒功能不行什么原因 堵塞了 肝里面的经络 它是行气的 行气的堵塞了 堵塞了 它原本顺畅的排毒功能 它现在不顺畅了 不顺畅 你的毒素排不出去 堆积在体内 百病丛生 所以这个叫功能性病 我们人有心肝 体肾肺五燥 都有功能性病和气质病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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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